是88风灾过后交通部抢在农历年前 开通了台21线这个县度山的便道 但是呢通车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已经发生了有三起死亡车祸 造成了四十两伤 交通部长毛志国呢 昨天在立法院表示说 这个便道呢陡坡很陡啊 如果慢慢开就可以避免事故了 这句话呢是让人感觉到 是不是有一点无关痛痒呢 引起了立委的痛批说 难道人命不值钱 毛志国后来解释说 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警告标语了 怎么样来改善呢 还要跟小林村的村民来协商 他自己也相当的着急 而公路总局则表示了 山下小林村埋了很多的灾民 家属呢又不给开挖 政府又必须要提供 那马下乡民一条为生的道路 只好呢在这个地方开设替代道路 是逼不得已的选择了